量体的部分 我们现在整个北基地是27896平方米 南基地是16933平方米 我们目前所申请的建幣率是35% 农基率我们现在目前是申请120% 以农基率120%来计算的话 北基地目前申请的农基楼地板是10125平 南基地的部分是6145平 两个加起来是16270平 这个是目前所送路斯计划书图的内容 我们的建筑规划的部分 的确我们现在其实还没有进入到实质的建筑规划 因为按照目前台北市政府所要求的 后面我们要进入都市设计省议委员会 另外在整个都市计划完成之后 是必须送到台北市的土地开发及都市设计省议委员会来做确认 不过在我们营建团队目前所规划的部分 就如我们刚刚召集人蔡师兄所提到的 这个北基地跟南基地整个两个加起来是9300平 这个是目前在做整个园区的几个事业发展 目前的规划的部分 再来刚刚你所提到的保护区容许使用 的确这个部分我们中华民国的都市计划的制度 保护区不像国外或是一些比较对岸的国家 它的地权跟地用往往是没有说相一致的 因为很多保护区并不是国有地 所以很多保护区并不是办法 没有办法是列为国有地的方式 在地权的方面也给它真的去保护下来 所以其实很多保护区它都是私有土地 那在私有土地的这个情境之下 它在这个都市计划是有部分的容许使用 那这部分部分的容许使用 刚刚你所提到的确是可以做一些社会福利的事项 那这也看出到其实目前我们国家对于保护区 对于社会福利的事项在容许使用这部分 它是容许是宽容的 那不过呢在我们台北市的这个都市计划法 是规定 如果是在3000平方公尺以下的保护区的容许使用 它是可以在这个保护区的项目之下去做容许使用 那不过倘若呢是大于3000平方公尺 有整体的这个考量 是大于3000平方公尺这部分 就要另外一群都市计划的变更的程序来做处理 那这部分呢我们也提供一个思维 大家可以共同来去思考 因为它是私有的保护区 它在实质上是没有办法 实质的这个纳维公共设施用地来做全面性的这个征收的话 那么它是没办法这个就是在整个地权地用上就真的去做一些保护的设施的情况之下 如果还是维持现状的这个这个限制的话呢 那么就像刚刚有一位先生代表所提到的 这边的这个柏油地它就一直就会是柏油地 我们连要做这个一些杂照 把它调整成水土保持的这个项目呢 我们都是会受到这个限制的 那所以今天是提出一个调和综合的一个规划的思维 那好在这边并不是一个建商的开发 是一个这个事业的发展 所以我们在很诚恳的来到地方来跟民众说明 的确我们要做都市计划的变更 但是呢我们是考量地方的安全 兼顾到整个海水的这个宣泄 或者是说我们让水啊 在这个地方就先有一个层次 就是不要像刚刚有一位这个军民所提到的 的确我们的出口都是大湖 那我们的思维就是说让水啊 部分啊在我们这边先做一个吸纳 等到这个洪空期都都过了以后啊 上面有机会先排下去 这边是先做一个吸纳 那等到洪空期过了之后啊 水都宣泄啊 这边再做一个这个排放 那我相信对这边会是更安全的 当然这部分不是我们实际说的算 我们都要送到台北市政府来做审议 那审议的过程中除了都委会的委员 那目前呢这个都委会后期我相信 他也会要求包含市政府内的大力工程处 水利局啊这些专业的部分啊 来对这个案件进行把关 那当然我们也会依照专业的意见 我们也会这个包含我们所有的这个水利济师 或是大力的祭司啊 那我们也会欣然接受委员会的意见啊 在这个整个园区的规划可以做得到的啊 我们都尽量来做一个满足 那当然安全是最重要的啊 这部分是整个案件 整个申请啊最基本的一个这个要件 以上说明谢谢 谢谢 谢谢